你跟首个世界冠军就是在12年之前参加团体的时候拿到的 那12年之后再次出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 每一次比赛其实都感受不一样嘛 然后这次比赛也是自己第七次了 所以也是希望每一次比赛自己都会去尽全力 然后完成自己的比赛任务 当然这次团体赛我觉得自己还是会选领复去打好 然后并不在于第七次吧 那其实今天比赛第二阵的时候 可能稍微有点焦灼到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一句是想说 我觉得这都很正常 比赛里有这种焦灼 哪怕输一级输两局甚至输一场比赛 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 关键是在于 我希望首先团队能够赢 然后另外自己能够在自己正常化位中才也能够去 所以比赛有点紧张 我觉得这都很正常 一定要大家都会专业有一些鸡蛋组织研究 或者一两个运气 其实都有可能对于一局比赛都会有一些运气 所以自己也做好这样也输一局 这样就对了 好 谢谢 嗯 可以感觉到 在2018视频在团体现场为大家带来的报道